百遍的話,你應該閉著眼睛都會了 做過超過萬次的話,那應該更不會錯了 這個應該已經做了超過萬遍才對 所以我是很熟啦 但是你們這個部分,如果不熟的話 反正你多做幾 這個邏輯都固定的 串接啦 反正中間就串一個什麼,串一個變數在裡面 其他的也是這樣 Average,有沒有 也是這樣把它貼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雙引號到雙引號這個中間 放個什麼,放個變數嘛 一樣嘛,反正它原來是7 你就把它換一下 底下這個也一樣 就是公式也是一樣 因為公式特別長 那你這邊的話,記得喔 如果太長的話,怎樣 空白鍵後面加一個什麼,底線 Enter一下,它就可以折行了 有沒有 你就可以看到旁邊了 不然的話,有的都太長了,你看不到 那你可以把它折行 那記得是,end 習慣在第二個空白的右邊有沒有 然後再加一個底線 它就可以換行 那這樣的話,不就三個 一次呢,就做一個國文了 一個國文做好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Ctrl C,Ctrl V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數學就好了 再一個英文 再Ctrl V 那不就 三個工作表 就全部完成了 那當然喔 因為我們這邊呢 工作表數量算少了 三個而已 如果將來喔 你的數量是幾十個上百個的話 當然 就要再寫一個 所謂的工作表回圈 工作表回圈 反正就是for 你不要叫I啦 我就習慣for s 因為序詞嘛 for s 等於呢 這個時候就不要用名稱了 你就要用第幾個 所以喔 這邊當然也可以改寫了 for s等於 1 這個用1嘛 2 3嘛 所以for s等於1到 到 一幾個 到第三個嘛 1到3 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300個 1到300個 也是一樣 它就會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幫你做一樣的事情 就對了 因為你會發現程式都一樣嘛 那因為 我怕這樣寫喔 我再寫一個s回圈 那個 這個s回圈 你們可能一下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就寫那個 重複循序的 ok 那以後如果 ok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 如果你在改成s回圈的話 程式就會變成 又變少了 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好 因為它又精簡了 不過我們暫時先這樣 應該這樣 各位不要看得懂 好 那三個都做完對不對 再來切到統計 所以切到統計的話 就多一行程式 shits 統計 點slate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以後如果你有多工作表 作業的話 關鍵字非常重要 先 點slate之後的話 後面的這些sale 後面的range 都指的是上面那一個 可是如果你沒有點slate的話 它就不知道你到底點了哪一個 所以它就以你現在點哪一個 就是哪一個 所以這一點特別注意喔 你只要點slate 它就會怎麼樣 幫你切到統計 切到統計之後做什麼呢 再來把國文 英文 國文數學英文裡面的連結加進來 那其實連結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國文 金探號 p7嘛 應該知道 國文 金探號 p7指的是這邊 p7的位置 那 跟這邊的i有沒有 3到12 剛好相差多少 相差4嘛對不對 所以喔 我這邊的那個程式的話就是 先點過來 一樣跑個回圈 for i等於 因為統計過來的話有沒有 3到12 然後呢 c欄裡面放什麼 國文 p 欸 後面是7啦 可是我的i是3啦 我不能p3 p3上面沒東西了 怎麼辦呢 把i再加4不就好了 就把它組成一個p7過來 然後數學也是一樣 英文也是一樣 好像不就123 就搞定了 再來就把加總也放過來 rank也放過來 這樣就寫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這樣的寫法比較直學 通通都看了 通通都是我 腦袋裡面想什麼做什麼 那錄製劇 那錄製劇